是這個抽出來的這個 加速的這個小的部分 這三分之一的部分 不會被視為不重要 它事實上會被視為更大的威脅 因為就好像你要在古巴放飛彈一樣 所以台灣變成了一個 美國在整個西太平洋 圍堵步軍的一個前進基地 在這邊存有重大的戰備儲備的話 對於大陸的威脅顯然是更大的 對於整個區域拒止的戰略目標 也會產生新的挑戰 所以它會成為一個 直接對抗跟對撞的可能性 所以原來可能是一個比較大規模 大範圍的未來可能性 一旦有了軍備到台灣 美國的戰備儲備到台灣 那就變成立即而明顯的危險 這就是我們立刻就要面對 中國大陸要怎麼樣 處理這件問題了 有請教導 中國大陸要保佑 對於大陸要保佑 中文章的問題 在那邊 中國大陸要保佑 在某個月中文章的問題